近日,肖战频频传来好消息 前几天有穿背带裤直播,备赞少年赶强 一波图引发网友热议 现在,又传出工作室股东变更的消息 经纪人王立威退出,由方池惠100%持股 据传,方池惠是肖战的妈妈,校尾是肖战的爸爸 这下子股权全在自己家人手里,实在是太好了 许多网友也有疑问,为啥不自己持股 因为肖战刚进圈跟瓦吉吉瓦签了约 后面几次响解约,要面临天价的赔偿 于是在和公司僵持不下的时候 两方同意肖战设立自己的工作室 但是还是跟公司有约,所以自己不能注册公司 肖战工作室所属的公司,仲夏之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听就是个很浪漫的名字,和他本人一样 对于肖战工作室股东变更 我们应该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关于肖战工作室股东变更 我们应该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 首先,股东变更是一种商业行为 可能涉及到各种原因和决策因素 例如经济利益,战略合作等 这可能是工作室的运营模式或战略发展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从商业角度去理解和分析 其次,艺人工作室是一个企业化的机构 股东变更也是一种常见的企业管理活动 这并不意味着肖战的地位或人气会有明显的改变 它的个人影响力和职业发展 仍然由它的演绎才华和市场反响来决定 最重要的是,艺人工作室的股东变更 并不代表肖战本人的个人品质或职业能力有所变化 我们应该以事实为基础 客观评价它的演绎作品和表现 而不是过多订阅其工作室的内部事物 总而言之,对于肖战工作室股东变更 我们应该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 股东变更是一种商业行为 应该从商业角度去理解和分析 我们应该以事实和作品为评价标准 订阅肖战的演绎才华和职业发展 而不是过度订阅工作室的内部事物 肖战工作室由自己妈妈持股 可能会带来以下一些好处 1.家庭纽带和信任 由自己的妈妈持股 可以加强家庭之间的纽带和信任 母子之间可能有更多的默契和合作 2.管理稳定性 由自己的妈妈掌管工作室 可能能够更稳定的管理工作室的运营和发展 母亲对肖战的了解和照顾 有可能更好的协调和平衡工作与生活 利益保障 由肖战的妈妈持股 可能能够更好的保障肖战的个人利益和权益 避免出现潜在的利益冲突或侵权问题 4.更贴合个人利益和意愿 肖战的妈妈作为亲属 可能更加了解和重视肖战的个人利益和意愿 并能更好的为其考虑和引导职业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 这只是一些可能的好处 具体效果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而且 企业管理和艺人发展是复杂的系统 妈妈持股并不代表 一定能够带来所有的好处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以肖战的演艺作品和表现为评判标准 订阅他的专业表现和个人能力发展 很多人都看不懂王立威退出 何方持会持股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想知道对肖战好不好 可以说是大好 粉丝朋友们可以放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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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